你好,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联盟,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7.5万字,我会用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。 在互联网时代,如何创建高效的用人制度,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。 这几年微软越来越不景气,当年一统江山的业界大佬,如今要与谷歌、苹果等企业挣一杯羹。 财源、营业额下降、内部重租等消息时不时会出现在各大版面。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的流失。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近几年从微软离家出走的员工。 2014年,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琴离职转头百度。 2011年,微软中国研发首席技术官张鸿江离职,加盟金山。 2008年,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坚离开微软,加盟阿里巴巴。 2006年,微软亚洲工程院工程总监林斌离职,后与雷军创建小米。 还有我们熟悉的李开复,以及被称为硅谷华人之光的陆琦。 不是转头下家,就是另起炉灶。 原先的是老板炒员工,现在变成了员工炒老板。 你不有所行动,想让员工,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员工,一辈子给你卖命是不现实的。 如今这个时代,人才就是第一生产力。 你抓住的人才越多,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。 如何才能够与人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呢? 联盟给你答案。 联盟是一部企业的制胜宝典。 在这本书当中,你可以看到顶级高管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方式,把对人才的短期雇佣变成长期合作。 甚至在人才离职之后,这些企业依旧可以与人才保持良性沟通,获取人才的价值。 本书的作者有三人,分别为李德霍夫曼,本卡斯诺查以及克里斯叶。 他们都是为人称道的硅谷精英或是业界天才。 其中,第一作者李德霍夫曼被称为硅谷人脉王,是互联网业界的另类成功典范。 不同于一般的创业,李德另辟蹊径,从人脉入手打造了自己的商业王国。 目前,他的领英在全球拥有超过四亿用户,他自己也成为了全球第十大影响力人物。 好了,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,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为你详细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。 第一,利用任期制,让人才为你长期效力。 第二,与优秀员工搭建长期人脉关系,这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 第三,帮助员工扩展人脉,为企业获取情报。 好,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,利用任期制,让人才为你长期效力。 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,这个世界最可恨的事儿莫过于挖墙脚,这好不容易招聘到了一个人才,正准备让他大展宏图,为企业增砖天娃。 突然呢,他跟你说他要辞职,还要跳到隔壁老王家的公司,这感觉怎是一个恨自了得呢? 了解历史的朋友呢,想必都知道啊,秦穆公那是出了名的求贤若渴,为了招人才,什么阴招损招他都敢用。 当年西荣王派鱿来秦国打探虚实,被秦穆公一眼相中,这就是我要的菜啊。 可鱿鱼毕竟呢,是人家的亲信,强行拉入伙儿肯定是行不通的,于是这秦穆公啊,想了一招,那就是离间。 鱿鱼祖籍在秦国,秦穆公就借着这个理由,为鱿鱼大摆宴席,并且告诉各位大臣,你们呀,要好好向鱿鱼大人学习啊,不可以淡卖人家。 哎,就这样,鱿鱼被留在秦国大半年,与此同时,秦穆公呢也没闲着,送了许多歌迹舞女给西荣王,结果等到鱿鱼回到西荣,西荣王见他在秦国吃的是白白胖胖,很是不爽。 鱿鱼见西荣王,贪恋美色,也是心有不悦,两个人越闹越僵,最后这秦穆公啊,用了一封信,就成了鱿鱼的心动家了。 秦穆公这种老板啊,对自己的企业来说是福利,对同行来说啊,估计没有几个人待见他,不过不待见归不待见,作为管理者还是应该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,那么如何防止自己的人才被挖走,让人才为企业长期效力,这就是所有企业领导都要注意的问题。 那这就需要联盟里的第一条锦囊妙计,任期制。 什么是任期制呢?简单来说呢,就是将员工在你公司工作的这段时间进行重新规划,并成一系列连续的任期,每端任期有明确的时间限制,而且随着任期时间的延长,任期的性质也会逐渐发生改变,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也将层层低进。 李德霍夫曼呢将任期制分为三个阶段,分辨为轮转期,转变期和基础期。 轮转期呢就是员工与自己从事工作相互磨合的过程,这个过程磨合的好,就可以确定下一步具体工作,磨合的不好,员工可以选择更换岗位或另谋高就。 这就像很多公司招聘新员工的时候啊都有试用期,区别呢是试用期是企业用来考察员工的,而轮转期是企业与员工的双向考察。 现在有很多毕业生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不是很明确,对很多工作呢都是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。 我是听从父母的意见考研呢,还是遵从自己的意愿到大城市闯荡,再或者是隋大六呢考公务员呢? 这几乎是每个毕业生都要面对的问题,人生只有一次,如何才能不后悔呢? 很多学生选择在实习的时候啊,将自己意象中的职业体验一遍,在对这个职业有了整体认知之后,再决定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。 这个呢就像是相亲一样,双方坐在一起见面聊一聊,感觉不错呢就继续交往,感觉一般那就只能说再见了。 轮转期的好处在于,可以减少员工的心理负担,确保留下来的人才能够为企业尽心尽力工作,不至于出现代工现象。 如果员工通过了轮转期,就代表他已经认可了这份职业,接下来的企业管理者就可以与员工沟通,进入下一个阶段,转变期。 不同于轮转期,转变期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与员工进行交流,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对未来的规划。 孙子有云,知己知彼,百战不淡,要想留住人才,就要细致了解人才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 为了让人才跟你掏心掏肺,你甚至可以告诉他,将来啊,你离开公司,我们可以继续愉快的玩耍。 这个呢,可不是戏言啊,联盟告诉我们,转变期的核心承诺是,员工将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所效力的公司。 这个听起来呢,好像有一些思想矛盾啊,哎,但这却是这本书的智慧之处。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,如果一开始你打算留住某一个员工,你就跟他说,我们希望啊,跟你长期合作,你愿意吗? 估计这个员工啊,多半会被吓跑,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方式,你跟他说,我们合作啊,只需要持续两至五年, 这期间你会积累经验,并使你的履历更加丰富。 合作期一过,失去还是留,我们尊重你的意愿,这样一来,他还会拒绝你吗? 然而随着公司与员工合作的不断深入,实际上你们合作的时间会更长。 下次你再遇到心意的人才,千万不要搞得跟谈卖身器一样,好像一旦敲定了,那这辈子就别想反悔。 你不如问他,我想和你谈一个两至五年的合作,你有没有兴趣听一听呢? 当你的员工经历了轮转期和转变期的重重考验之后,那么很幸运,你的员工将进入到终极阶段,也就是企业与员工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,基础期。 到了这个阶段,你基本上可以吃一颗定型碗了。 那一般什么样的员工算是基础期呢? 联盟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,苹果的乔尼伊夫,联邦快递的弗雷德·史密斯,IBM的金尼·卢曼提,这些人跟公司都是水乳交融的关系,他们的目标、价值观与公司是保持一致的。 一般情况下,公司高管都属于基础期员工,不过那有例外,无论处于什么职位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与公司利益修起相关,融入与共。 联盟所介绍的三种任期,轮转期、转变期和基础期,颇有点曲线救国的意思,通过让人才了解公司与公司进行合作,加深员工与公司的联系,逐步延长人才的留任时间,这就好比转个弯也可以达到目的地,换个角度看问题,不是为一种策略。 好了,那么上面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,利用任期制,让人才为你长期效力。 那说完了这个,咱们来说一说第二个要点,与优秀员工搭建长期人脉关系,这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 读过《水浒传》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,梁山一百单八将,个个身怀绝技,武艺超群,偏偏首领是首无夫妻之力的宋江,动不动的还武文弄墨,写些踏实若随凌云志,敢笑皇朝不丈夫这类的诗词,抒发个人感情。 那他是靠什么坐上了梁山第一把胶椅的呢? 宋江有个绰号,叫吉时雨,朝盖被捉,宋江的掠尸小技将其放走。 武松在柴进处受到了怠慢,宋江呢,又是请他吃饭,又是给他做衣服。 李奎赌输了钱,和人打架,打得惊天动地。 宋江二话没说,掏出银子,摆平了债主。 这样的例子不一列举。 那么一来二续,宋江积攒了大量的人脉,为后来坐上梁山老大的位置,打下了基础。 别小看身边的人脉,俗话说,朋友多了好办事,你的人脉越广,将来遇到困难,帮助你的人就会越多。 反之,如果你成了孤家寡人,教天天不应,教地地不灵,你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。 那作为企业,如何扩展自己的人脉呢? 李英的做法是,建立同事联络网。 这个联络网不仅是现任员工,还有已经离职的员工。 李英会定期给员工发放小礼物,维护着一个邀请才能够加入的群。 前员工还会定期收到一份电子邮件,里面总结了公司的最新动态,与前员工工作有关的新闻。 或许有人会奇怪了,李英是业界翘楚,如此大费周章的维护员工关系值得吗? 能不能得到回报? 上前不说。 维护这些员工需要投入的经费,这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这个就像是投资股票一样,我们能不能获利是一个未知数,何时获利也是不可预知。 不过,不可预知不代表低价值,前人灾数,后人乘良,何时会对公司有益,需要时间的积累。 事实证明,李英公司在投资了同事联络网之后,获得的收益远远要高于他们投资的成本。 同事联络网很好地维护了李英与员工的关系,让员工感受到, 无论自己在不在公司任职,都没有被忘记。 这在日后公司拓展人脉,发掘人才,掌握信息时,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 否则,李英也不能傻到陪伴做生意嘛。 不过,并不是所有员工都有机会被纳入同事联络网。 联盟中明确说明,如果前员工或者他们所在的新公司面临未决法律诉讼或类似情况, 则应该将他们剔除,由于某些原因,例如性骚扰或者是盗窃被解雇的员工也应该被剔除, 可能还要根据情况剔除承包商和实习生。 那么这个前台词就是,没有实力的员工我们不稀罕。 这个呀不能怪人家无情,俗话说,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 如果企业把同事联络网的门槛放低, 那么成员的人际关系将会更加复杂, 维护成本也将大大提高。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,如果同事联络网中的员工良有不齐, 某些人为竞争对着工作怎么办呢? 要是他们诋毁公司怎么办呢? 万一有人搞内部矛盾怎么办呢? 为了减少这些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, 公司就要缩小联络网, 与那些最有可能给公司带来利益的人联盟。 前几年看《最强大脑》是大家知道了门萨俱乐部, 门萨是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的名称, 在这个社团里, 成员的智商可以获得承认、肯定和不断提高, 并分享彼此的成功。 想要加入, 那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。 其实这和领英的同事联络网异曲同工, 门萨成立的目的是高智商人才间的交流提高, 如果混进一个傻子, 显然不合适。 领英成立同事联络网是为了扩展人脉, 帮助企业发展, 那些道德有问题和能力太弱的人自然要排除在外了。 好了, 那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二个内容, 与优秀员工搭建长期人脉关系, 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 企业想要长期发展, 人脉必不可少, 管理者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同事关系网, 把优秀的员工收纳进去。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维护与优秀前员工的关系, 定期给他们福利和关于公司的最新情况, 营造一种公司未曾忘记我们的现象。 只有这样, 当公司需要帮助的时候, 这些员工才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。 好,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, 帮助员工拓展人脉, 为企业获取情报。 在这儿呢, 讲一个故事, 某总经理接受记者采访被惹得大为恼火。 原来这个记者在采访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, 对这位总经理的信息掌握不够, 提问的时候呢, 不是张冠李戴, 就是文不对题。 而且在采访的过程当中, 这个记者经常忽视总经理的谈话内容, 还没来得及理解对方抛给他的信息, 就迫不及待的提出下一个问题。 最终呢, 这个记者写出的稿子可读性不高, 很多内容都与事实南辕北辙, 惹得高管火冒三丈, 再也不接受这家媒体的采访。 但是有一个记者却得到了高管的好评, 后来有人发现, 这个记者十分擅长利用已知的信息向被采访者提问, 提出的问题都可以get到被采访者的兴趣点上, 这使得采访能够顺利进行。 不要小瞧信息的作用, 掌握了信息就等于掌握了一切。 不过作为一个企业, 单凭管理者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够的, 你要懂得发挥员工的优势, 与员工结成联盟, 让员工为你捕获更多的有效情报。 这就像猎头公司帮助雇主搜集到适合的人才信息, 提供优质人才。 而联盟的目的就是把员工变成企业的猎头, 他们搜集的信息也不仅仅局限于人才。 员工就像企业的触手, 这个触手越长越多越强壮, 企业所能掌控的信息就会越大, 对于企业的决策就会越有帮助。 我们如何才能让员工为我们搜集优质的情报呢?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聘用有人脉的人, 比如一开始招聘的时候就询问他, 最强大的职业盟友是谁呢? 那个盟友是马云的, 肯定要比盟友是邻居王尔麻子的更有优势。 不过这种坐向其成的机会毕竟是在少数, 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培养善于搜集情报的员工。 那怎么做呢? 鼓励员工积极使用社交媒体展示自己, 像微博、豆瓣、知乎以及领英, 这些都是展示自我的平台。 在这些平台的活跃度越高, 获得的关注就会越多, 对信息的搜集以及拓展企业影响力都有积极意义。 我们要注意的是, 管理者不能强制每位员工都发微博, 也最好不要发一些名人八卦之类的文章, 这会对企业的品牌建设产生不正当影响。 另外, 针对大部分管理者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使用微信、 QQ等沟通工具, 联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。 对于部分员工使用沟通工具呢, 并非是不认真工作, 这是一种巩固人脉的方式。 同时, 企业可以为员工建立人脉基金, 比如将一部分资金用于让员工和他们认识的有趣的人吃饭聊天, 报销社交午餐费用等。 在Hobespot有专门的学习餐, 所有员工都可以请其他人出去吃饭, 只要能有所收获。 在领英, 也有报销员工与业内智者共进午餐费用的计划。 除此之外, 企业还可以为员工发言提供方便, 在公司办公室举行活动, 吸引外面的人到公司里面来, 让员工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见面交流。 比尔盖茨说过, 将你的公司与竞争对手区分开的最佳方式, 将你与陆陆大众区分的最佳方式, 就是充分利用信息, 你如何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, 将决定你的输赢。 想要企业发展好, 就要动用一切力量搜集有效信息。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三个内容, 帮助员工拓展人脉, 为企业获取情报。 我们可以在招聘人的时候, 留意那些人脉广的应聘者, 或者说鼓励员工在微博, 豆瓣, 知乎这一类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, 为员工建立人脉基金, 在公司办公室举行活动, 为员工提供发言机会, 这些都是帮助员工, 为企业获取情报的好方法。 好了, 那说到这儿, 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,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。 首先我们讲到了利用任期制, 让人才为你长期效力。 任期制分为三个阶段, 轮转期, 转变期和基础期, 每个阶段的合作都会规定时间, 合作到后期, 企业员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考虑, 是否继续合作。 其次我们讲到了, 与优秀员工搭建长期人脉关系, 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 管理者可以为自己的企业, 建立一个同事关系网, 把优秀的员工收纳进去, 同时注意维护与优秀前员工的关系, 使这些员工在公司需要他们时, 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。 最后我们讲到了帮助员工扩展人脉, 为企业获取情报。 我们在招聘人才的时候, 要留意那些人脉广的应聘者, 或者鼓励员工在微博, 豆瓣, 知乎这一类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, 为员工建立人脉基金, 在公司办公室举行活动, 为员工提供发言机会, 帮助员工获取外部情报。 戴尔卡奈基曾经说过, 成功来自于85%的人脉关系, 15%的专业知识, 可见人的重要性, 人无完人, 你不可能将每个方面都做得至善至美, 如何弥补自己的不完美, 这就需要扩展你的人脉, 让那些各有所长的人, 帮助你完成你不擅长做的事, 这就好比打游戏获得技能叠加, 可以让你的杀伤力翻倍, 而生活中的技能叠加, 那就是你的人脉。 我们都知道苏秦合纵的故事, 为了抵抗强大的秦国, 苏秦游说六国诸侯, 使得天下之势合纵相聚于赵, 而御公秦, 挂六国印, 甚至有了一怒而天下聚, 安居而天下息的影响力, 可见你能够连人脉就会越广, 你的实力就会越强大, 如今越有能力的人, 越不想一辈子在一棵树上吊死, 良秦责目而息, 雇主与职员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, 现在的员工不仅仅是你的下属, 还是你的人脉, 当你把自己手下的人才, 全部收纳进你的人脉关系网, 何筹企业不会成功呢?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 想要每天听本书,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, 探书, 探是探索的探, 关注探书FM, 我们不见不散。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,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,